上海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 昨天下午审议表决关于接受韩正辞去上海市市长职务请求的决定 并表决代理市长人选 根据中共中央决定 韩正同志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不再担任上海市市长职务 会议经审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接受韩正辞去市长职务请求的决定 会议审议了关于提请审议决定上海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的议案 经投票表决决定杨雄为上海市代理市长 会议通过上述事项后 杨雄代市长同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见面 感谢市人大常委会的信任 并表示深感任务兼具责任重大 要不断加强学习努力提高自己 杨雄表示将十分珍惜为上海人民服务的机会 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 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牢固树立群众观点 把人民群众的期盼作为我们努力工作的动力 不断提高新形式下被人民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坚持求真务实 把中央精神和上海实际紧密结合起来 以改革破解难题 以开放凝聚优势 知识情讲实话做实事 着力创新政府服务和管理方式 提高政府工作时效 坚持依法行政严格依法办事 着力提高政府工作法治化水平 认真履行好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 带头遵守廉洁从政各项规定 认真落实党风廉政责任制 严格执行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 自觉接受人大和各个方面的监督 杨雄表示 将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 继承和发扬历届市政府班子的好传统 以韩正同志为榜样 团结带领班子成员 刻进职守 敢于负责 全面完成本届政府的预定目标 努力为下一届政府开局 打好基础 刘云庚代表市人大常委会 向杨雄担任代事长表示祝贺 希望杨雄同志不负中央和全市人民的重托 带领市政府领导班子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解放思想开拓进取 攻坚克难 紧紧围绕创新驱动转型发展 这个工作总方针 继续保持上海发展的良好势头 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 继续保持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传统 努力为上海广大百姓办实事谋福祉 按照三个强化一个调整的要求 依法行政转变职能求真务实 继续保持历届市政府 秦政廉政的优良作风 相信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上海市委的正确领导下 在全市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 上海各方面的工作 一定会在原有的基础上 取得新的成绩 记者颜美黎下进报道